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及隆天父法 感恩大慈大悲恩师慈父卢君洪台长 感恩法师们 感恩在场的所有义工们 弟子仅代表A5区的师兄们跟师父请安 谢谢 我们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同修晚生时我们是否应该参与战礼活动 及送花囊给家属基于精神上的支持 让他们的亲属感受到我们学佛人不过于冷漠而离开我们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要问我啊 人成基佛成态 徐大师说的 你做人要做得像一个人 人家家里有丧事 当然应该 现花了 花蓝了 或者就是花圈了 对不对啊 要给人家更多的安慰 让他们感觉到学佛人的心那是慈悲之心 当然应该众善奉行啊 感恩师父 第二个问题 关于以上问题中的理解 是否可以理解为恶地中的俗地 礼佛里的恶地龙通三昧印 从中做到自度度人 路相随俗 请师父开始 自度度人 实际上就是要自己把自己度好了 你才能去度别人 你自己都不像一个人 你怎么能够去帮助别人 人家不会看得上你的 对不对啊 就像很多人一样 自己还没做好人了 你怎么能够去劝别人做好人呢 对不对啊 你是个江阳大道 你说你们不要强东西 谁会相信啊 所以一个三昧就是由智慧结晶的人 他永远是懂得自己要与人为正 才能帮到别人 让别人求得正道正果 所以你自己正了 都会长得很正 思维也会很正 行为很正 理念很正 口语也不会犯 别人很容易接受你 这样对你成熟的三昧果 更容易得到加持和成长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在这师父身边的感觉真好 此时的弟子紧张又幸福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释放一切 祝佛菩萨 龙天护法 感恩慈悲可爱的师父台长 感恩法师 一功满机所有的师兄们晚上好 我代表 接下来我代表 A2区 请教师父三个问题 问题一 与师兄度人时容易着相 容易夸夸其谈 受不住 请问师父 女师兄度人时 如何做到 收放自如 脏实有度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就是要锻炼 经常的去度人 会从度人的当中 得到自己的感受 一个经常能够 动之以情 这个 动之以情 这个 能够理解别人的人 讲话了 他就会 从别人身上感受到 自己应该怎么说 你们经常去跟别人讲话 其实你们会感受到别人的接受度 那个能量 就是你今天讲话 对方 听你的时候就像有个桶 你今天讲进去了 他接受了 进了这个桶里边了 你才能讲得越讲越多 对方 如果表情 或者讲话 只要稍微有点烦躁 实际上 他已经把这个桶门关了 你就不要再讲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师兄 哎呀 这个很好啊 要学佛做人啊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 哦 那我有空再到观音堂来 听你讲好吧 他已经关门了 你 没关系 我现在有时间 我再跟你讲讲 你说你是不是 张识有度 这个事情要 从别人身上感受到 自己所做的事情 所以人家说 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别人的脸就是你的脸 你今天看着对方 对着你非常诧异的脸 就说明你的脸 有怀疑别人的形象在里面 你今天对人家笑 对方会笑 你今天对方对人家怀疑 他会给你怀疑的脸 你对着他很凶 他对方会看着你很凶 实际上对方就是你一面镜子 你看着这面镜子 你就知道自己可以讲 不可以讲 如果对方一点感觉都没有 听的是这样的 你还能讲吗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师 慈悲开示 那么第二个问题 菩萨和师父开示 白化佛法已成为 心灵法门的第四大法宝 我们学习白化佛法 除了共修和网络 弘法的形式之外 还有哪些妙法能让我们更好的学习和践行白化佛法 请师父持悲开示 记住啊 经常要记啊 有的东西 菩萨的东西要 这个要背下来 那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 这个三秤啊 四地啊 苦积灭道啊 心经里面讲的那些话 你都要知道 对不对啊 所以你要懂得什么叫三恶道 你跟人家讲的时候 我们不好好修 如果我们造业 就会进入三恶道 你都要讲得出来了呀 这些基本的佛法的语句 都要学会 然后呢 再看着别人讲 诚心诚意 你比方说 出关的时候 进关的时候 在我们澳大利亚 有一位老人家 他说他每一次过去 出关的时候 总是被人家箱子翻了个遍 为什么呢 他的眼睛永远是 好像很害怕 左看右看 人家海关问他 你带什么food了吗 对不对啊 他总是眼睛 no 他一no的话嘛 人家就叫他检查 翻了个遍 实际上 你跟海关也好 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你的眼睛盯着人家看 第一 那是尊重 第二 你是告诉他 我很诚实 你不敢看人家眼睛 说明你心中 还是有虚的东西 所以跟人家讲话 尽量看着人家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感恩师父吃被开饰 问题三 地址身边呢 有一位同修 身价丧一 这次参加法会 发现同修身体非常虚弱 体力不支 然后昨天参加完法会 去桑海去接受治疗 询问其他否有才知道 这位同修得了重症 这时候呢 地址耳边突然想起了一句话 见死不救 不配为人也 然后弟子和您的另外一位弟子 把迟迟新加坡法会的 那个各50%的功德 送给了这位同修 但是我们明显地能感觉到 这位重病师兄 信力不足 身边患重症的人 也越来越多 而往往被重病打败的 就是自己的信心不足 请问师父 怎样才能增加 重症患者的信力 愿力 让他们深信佛法 深信观世音菩萨 怎样更好地帮助同修 度过生命的大关节 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呢 你这些问题啊 我告诉你 就是讲个因果 种下去的因呢 是过去 现在结的果 灾难来了 那就是业障爆发了 业障爆发了 你再去救 只能救火了 如果在业障没有爆发之前 什么方法都可以解决 就像一堆火 这个弹 火药一样 它没有爆炸 爆炸之前 它只是个火药 但是一爆炸 它就把它全部炸光了 所以一个人已经重症了 说明他的夜暴已经到了 你这个时候 再给他拼命地去 救火呀 弄啊 你就算 再怎么弄得好 也就是打扫战场 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 所以为什么 就像夫妻吵架一样 平时不要经常吵 不要经常两个人闹 大家相互体贴 相互爱护 永远不会爆发 最后的不好的结局 整天都不当回事的 等到真的要 开始离婚了 然后 哎呀 对不起啊 我应该怎么做 我再怎么做 你说 很多不就来不及了吗 对不对呀 所以为什么 学佛要尽早 而不能推迟呢 为什么我们这么着急 要救人呢 为什么你们这么年轻 就要学佛呢 因为不要让他爆发 不要让他业障爆发 你再去救他 你就会很心痛 因为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救不了他 当然师父吃杯开始 中华传统文化孝敬曰 修身慎行 恐辱先也 地址也突然想到一句话 修身慎行 恐辱师也 我们一定努力提高 自己的品德修养 修身慎行 谨言慎行 做菩萨妈妈和师父的乖孩子 不给菩萨妈妈 不给师父抹黑 我们的师父是一位 让全世界地址 骄傲的师父 对吗 对 我们也努力 让菩萨妈妈和师父 做一个让菩萨妈妈 让师父骄傲的弟子 好不好 师父从鲁不尽 你再讲我好 我也是这样 菩萨无心 以众生之心为己心 圣贤无心 以百姓之心为己心 地址无心 以师父之心为己心 地址的心 师父你懂的 师父没心 地址代表AR区 及全世界的佛友 说一下我们的心声 我们真心的 真心的 真心的爱菩萨妈妈 爱师父 爱师兄们 感恩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四 一切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 感恩 持心拨苦 不舍众生的恩师 持父 卢台长师父 地址代表 西二主 全体同修 向师父请安 向各位法师问好 下面地址代表 西二主 有以下三个问题 请师父持悲 开始 一 我们的一些佛友 在工作中和年轻人的缘分 更深 度到的年轻学佛人 也很多 年轻人在学佛念经 接受学习能力上 更快 进步也很快 但相对年轻人 也容易退转 请问师父 我们如何 跟进这样的年轻师兄 才能帮助他们 精进修行下去 首先想想你自己 你修了很多年了 你为什么没有退转 你为什么 不能拿自己的己心 来对比他心呢 对不对呀 你也是年轻人呢 你为什么不退转呢 因为你不断地精进 努力 记住了 精进努力 人就不会退转 经常让他们 好好地共修 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听 师父的白话佛法 好好地念经 好好地做善事 做善德 这个人怎么会退转呢 就是脱离了太多的众生 就是自己慢慢地不精进了 你才会退转 所以希望大家记住了 六波罗蜜当中 最重要的一点之一 那就是精进修行 好 感恩师父 问题二 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讲过 在人间做一些事情 能不能圆满成功 再圆而不再能 因为人间的福报 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要记住 若想要事情圆满成功 首先要仔细想一想 你的因缘是否成熟 而不是你有没有能量和能力 来办成或解决 请问师父 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做事 总是先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 很难考虑到因缘是否成熟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件事的因缘是否成熟 才去做这件事呢 很简单 首先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尽自己的心去做 去努力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在天的意思就是缘分 今天我去做了 能够成功 那么是缘分到了 经过我的努力 如果一个人努力了 没有成功 说明他缘分不到 如果一个人不努力 就算缘分到了 他也不能成功 所以当你努力去做的时候 虽然努力了 还没成功 那就是缘分未到 感恩师父 问题三 在红法度人中 有心同修帮生病的家人 或玩游戏 沉迷在网络中的小孩 念礼佛大忏悔文 有的念了 好了 有的念了 起反作用 起反作用的 把礼佛降下来 或停下来 又好了 请师父 持悲开示 这种两种情况 是什么原因 怎样才能更好的 帮助家人 很简单 因为当你念 礼佛的时候 是一种忏悔 当这个孩子身上 如果有灵性的时候 你念忏悔的话 他身上的灵性 他不接受 他就会反作用 当一个孩子的基础 根基很好 只是他有烦恼 杂念 一念经 忏悔心 让他自己变成平静 对不对呀 这时候 他就会变得 非常的和蔼 非常的安定 所以 这还是根据 每个孩子的根基不同 希望他坚持念经 总归会好起来的 感恩师傅开示 地址代表西二组的全体同修 恳请师傅一定要多休息 保重身体 最后祝福师傅 最后祝福师傅 法体安康 长久在世 救度全世界更多的 有缘众生 谢谢 师傅好 您辛苦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菩萨摩赫萨 感恩法师们 感恩义工们 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弟子代表 B4小组 跟师傅请安问好 我们组有两个问题 想恳请师傅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节目当中 有师兄反馈 学习白话活法六个月 消除业障19% 请问学白话活法 消业障的原理是什么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他还要学原理 首先你学白话活法 是不是学的佛理啊 做人的道理啊 对不对啊 鲁士教里边都有 对不对啊 包括里边的那个藏密的那些 道理都有 智慧都有 学了之后 人是不是会想通啊 想通了之后 是不是人的心态就好了 心态好了 是不是行善了 善良之后 是不是人干净了 人干净了之后 业障就下来了 这就叫道理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我们主动去找陌生人聊天 希望能度到他 怎么做 才不至于会攀缘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首先 平时不要去找陌生人聊天 听得懂吗 尤其女孩子 不要去找男孩子聊天 聊出事出来了 明白了吗 明白 你比方说你们在国外 如果合法的在外面 可以发传单啦 或者去度人啦 你当然去跟人家聊聊 人家知道你们是 在帮助别人 如果你没有发传单啦 没有好像去度人啦 你一个女孩子 然后看见一个陌生人 走过去 我们聊两句嘛 神经病 听得懂了吗 懂了 要有缘分的才去度 菩萨都度 没有办法度 无缘之人啦 没有缘分 你怎么度得到啊 他要有兴趣 你才能度得到 今天这么多的人 都是有兴趣 跟菩萨 上辈子都有缘缘分的 说不定他们过去 还是跟观世音菩萨 有缘分的呢 很难讲的 所以他们在走在一起啦 就像你一样啊 对不对啊 不是靠你跑过去 一个人 哎 大三大来的 听得懂了吗 懂了师傅 减点肥吧 太胖了 脑子容易塞住 是的 回家就减肥 我们毕师小组的问题问完了 再次感恩大事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上 感恩恩师慈父台长 谢谢 感恩 南无大事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 无我利他 慈悲度众的恩师 卢君轰台长 感恩各位法师们 感恩各位义工 佛友 同修们 师父您好 弟子给您请按 我们第七小组 经过讨论 我们有三个问题 请师父 慈悲开示 对不起师父 第一个问题 心灵法门 有很多的老师兄 年事已高 他们在精进修行的同时 也很关心 自己往生后 如何能够得到 同修的帮助 心灵法门 往生同修 在送别仪式 及注意事项 如何祈求 如何祝念等 恭请师父 慈悲开示 好像有一个范本的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要往生之前 大家在边上 也是祝念 一般的祝念 可以圣号 也可以大悲咒 心经也可以念 最好呢 在这个往生 即将往生的一个佛友 床边上呢 不停地放 那个大悲咒的 那个念佛机 每天晚上 我今天下午也讲了 每天晚上睡觉 最好和大悲咒一起睡 然后呢 等到他要走的时候呢 他呢 听不到家属的哭声 他很安定 听到 这个大悲咒的念经的声音 他以为在家里睡觉 他昏昏存存在家里睡觉 这个时候走了 神室非常的干净 清了 就飘上去了 如果有菩萨来带他 很快就上天了 像睡觉一样 所以叫安详 叫寂静 感恩师父 第二个问题 家人不学佛 同修尽量为家人做素食 同时为家人念经 但家人仍不肯念经 这种情况 是家人的缘分没有到 还是自己的能力弱 同修的这种做法 算是随顺众生吗 还可以用什么 其他的妙法度到家人呢 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妙法就是时间 有的事情是靠时间来解决的 时间没有到 事情解决不了 家人缘分还未到 多请他吃素 什么都不要谈 好好地做人 在家里做得像菩萨一样 爸爸骂你 讲你 妈妈讲你 妈妈对不起 我做错了 像个菩萨的样子 他很快地就会念经了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 有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 大多擅长逻辑推理 注重实证研究成果 习惯使用定量分析等工具 如何用妙法度化他们学佛 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可以跟他们讲佛法跟哲学非常有关系的 佛法它是一个哲学 它是能够启发人的感知 感觉和感性的东西 所以佛法并不是迷信 你比方说大圆禁制 本来我今天跟你们要讲的 对不对啊 你讲的一个人 比方说这个有四种智慧 菩萨在经文当中 你们都没看见 第一叫大圆禁制 什么叫大圆禁制 说简单一点 就是你的第八意识 你跟他讲第八意识 你跟他说佛陀 在讲佛法的时候 在2500年之前 他就可以讲到人的第六意识 和第七意识摩纳识 第八意识阿赖意识 和第九意识阿摩罗识 像这些意识 完全存在我们的人的记忆当中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当你第六意识感知 你的第六感觉 你今天去看一幢房子 一走进去 哎呦 这房子我喜欢的 很好 你第六意识接受它了 那么第七意识 进入第七意识 第七意识什么意思呢 就是辨别分别意识 我今天这个第六意识 感觉这个房子好 是对的还是错的 由第七意识接受 然后第七意识认为 这个房子的确是好的 适合于我们做的 然后进入你的第八意识 那叫储存意识 也像面镜子一样 叫大圆禁制 你储存什么 它就造出来 这里边是什么 而第九意识 那就是佛的根本意识 就是佛性的 就是说佛陀说的 众生皆具佛性的 其实隐藏在 人的第九意识里边 你把这些跟他讲一讲 你再看看他能说什么 感受 你以为拜佛就是磕磕头啊 学佛啊 学佛啊 过去都有变质的 过去在佛法当中 禅文化 为什么在中华禅文化当中 非常的深奥 那个禅字 那是 那是如风又如雨啊 如露又如电啊 可以有 可以没有 就像当人的一个意识一样 可有可无 事有事无 所以它是一个哲学 是一个非常难懂的哲学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理解力 所以很多人以为科学 我告诉你 科学永远是发现 已经存在的东西 在六十年代 被结合死的人 其实就是肺癌 难道六十年代 科学没有发现 它是肺癌的时候 癌症就不存在吗 只是它没有发现而已啊 感受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我们一定听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话 精进修行 广度有缘 如理如法 依教奉行 正信正念 仪式修成 永断轮回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隆天护法 感恩 卧力他的 伟大的恩师 卢君洪海长 感恩 感恩各位法师们 感恩各位义工 同修们 感恩大家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感恩 南无十方三世 一切 诸佛菩萨 感恩 无我利他 恩师子父 鲁君洪台长 感恩 丽临现场的大法师们 感恩 全世界的佛友们 师父 我代表 我代表西四区的师兄们 请教师父一个几个问题 第一 想请教师父 对白化佛法的学习 我们要忠义原文 不同根基和悟性的师兄 对同一篇白化佛法的理解 和认识是不同的 但是 我们如何把握 只做探讨和分享的尺度 和分寸 感恩师父 好好的 以佛法的道理为基础 然后呢 根据师父的白化佛法里面 讲的一些道理呢 能够融会贯通 举一反三 可以带着自己的一些观点 但是不要偏执 就不会走偏 不要偏执 不要以为 我认为 我认为 不要我认为 对不对呀 就是说 心里对有这个 这个感悟就可以了 不要把我自 所以不要去 要去除四相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着想 所以不要有我自 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 只要有我 就痛苦了 我难过啊 我受他的气啊 我不开心啊 我怎么我怎么 只要你把我放在里面 你就难过了 我像 没有我了 就是在单位里 人家在骂人 你只要没我像 他也没骂我了 你不会不开心的 对不对呀 你也说 哎呦 他在骂我吗 虽然没提我名字 他在讲我吗 有我字了 你就接受他的 不好的气场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感恩师父慈悲开设 问题二 现在很多同修 放生 祝愿法会等 带着较强的功利心 或者是 例行公事的心态 去放生 这样会有路 或不圆满 请问师父 念功德 宝山神咒 和礼佛 可以补救吗 感恩师父 首先补救的是 你的心灵 今天你要去 为妈妈 为爸爸 为家里的人 身体好放生 或者为自己的心愿 放生 你就必须要 恭敬的放生 是补你的心理 而不是补念经文 你要非常崇敬的 今天我用自己的钱 来买上这么多的鱼 我放生的时候 求观世音 补到大慈大悲 我今天 为卤一波之时 我今天放生 我为了 救度更多的生命 然后求菩萨保佑 家里某某人 身体好 这才叫正念 而不是不用心 靠念经来弥补 那没有用的 听懂了吗 是的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非常感恩师父 师父 您为众生操碎了心 救我们一生的慧命 师父 弟子想真心地跟您说一句话 师父 我们爱你 我们永远地爱你 弟子将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师父 弟子只有一事修成报佛文 请师父放心 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 好好学佛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开智慧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弟子给师父请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佛萨 及龙天父法 感恩师父 感恩各位法师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新加坡 共修会的心情付出 弟子代表A1小组 向师父提两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就提两个问题啊 太少了 你应该提三个问题 两个问题太少了 下次争取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 只想得到加持的心同修 主动要找我们帮助 我们该怎样 如理如法地引导 这样的同修 如果是重症的同修 我们可以要求他发大愿吗 如要求他吃全素过后 再帮助他之类的 放生啊 他要你帮助他干嘛呢 帮助他 比如说帮他放生 那结缘小房子之类的 为什么不可以帮助呢 就是 一定要叫他吃素才放生啊 你 你过去的时候 没吃素的时候 你放过生不了 放过 那你为什么不吃素啊 没开悟 现在呢 现在吃了 现在开悟了吧 现在开悟了没有啊 开悟了一些 还要听 那么你 你现在帮助的这些心同修 以后会不会开悟了 会 会不会像你一样开悟了 会 那你应该不应该帮他了 应该 不解了 感恩师父 问题二 在共修白化佛法后 我们能很快地 发现自己身上的毛病 有些不好的习气 只要我们勇于面对 就可以很快地 去除并改正这个毛病 在自己改正这些毛病后 感觉会很有能量 当这种状态 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过后我们慢慢地 又会犯过去同样的错误 请问师父 我们如何才能一直 保持好这种良好的状态 感恩师父 保持良好的状态 要不停地修心 因为你在人间 在这个人间 没有圆满的事情的 所以人会轮回 思维会轮回 做过的事情还会在做 想过的事情还会在想 犯过的错误 还会在犯 就是因为人在人间 那是不圆满的 你想完全圆满 对不起 你有本事 以后到天上去 就不会轮回了 弟子一定努力一事修成 回到天上 听得懂了吗 那么我还没回答你了 怎么样能够防止 在人间 在人间少轮回 少犯 同样的错误 记住了 第一要有一个好记性 要记住 深刻地记住 第二 要不断地修心 不断地自我观照 观自己在世界上 所有做错的事情 好好地看一看 自己做得对不对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要多听听自己 内心 九世田中的佛音 所以叫观世音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的慈悲开示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怎么分开来讲的 感恩师父 的开示 感恩大家 预祝师父 明天的弟子拜师 一切圆满成功 感恩师父 师父你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荣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和佛友们 弟子代表 A7小组 发问两道问题 请师父 慈悲开示 问题一 当我们弘法时 遇到西人 对佛教有兴趣 我们是否可以 先用中华传统文化 来交流 然后慢慢的 把话题 转移到佛法上 请师父 慈悲开示 那当然了 你已经懂得 这叫妙法了呀 很多西人 他们愿意接受 中国传统的文化 包括使用筷子 喜欢扇子 喜欢秧茶 这些都是 中国传统的文化 对不对呀 对 他有兴趣了 你慢慢再跟他 讲一些佛法 他也会有兴趣的 就像我们这位 法国法师一样的 他过去也是跟了 师父大概六七年 都是一直跟着法会 他完全了解了 所以他才能出家呀 道理都是一样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二 对于平常不精进修行的同修 临时抱佛脚的同修 当他们受报时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引导 并帮助他们 指出他的缺点 说他过去 为什么不精进 才会惹来现在的果报 但是还是要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的帮助他 因为他就算临时抱佛脚 总比不抱佛脚好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弟子没有其他问题了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大慈大悲 南京菩萨 感恩 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 恩师 卢君洪台长师父 感恩 法师们 辛勤的义工们 还有 诸位佛友 同修们 这什么毛病 好 那 很感恩 就是师兄们的前退 让弟子有机会 在此代表A3组的同修们 提出几个问题 他们这次来了 大概五六十个国家的 那个共修组的 那个我们的佛友 他们一起讨论 非常好 好 那第一个问题 对于想念经 也相信心灵法门的同修 但因自身业障太重 完全念不了经文 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样 帮助对方呢 如果这个人 过去是同修 很精进地努力 但是他 因为过去的业障激活 而导致他身体非常不好 我觉得 大家可以帮助他 一人念一张 两张都可以 因为烧下去之后 对他非常有帮助 因为他是同修 他虽然修得完 但是 他还在努力地修 这种人 有救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对于那些 不懂中文 不能读 也听不懂的 外国佛友 我们如何将 师父的白话佛法 更好地广泛弘扬 让更多的人受益 那很简单 拿英文的书给他看 师父的白话佛法 有英文版的呀 是 为什么不给他看英文版的啊 待会拿一点就好了吗 是 呃 感恩师父 三 人很文字彬彬 现在我们学佛的孩子 都是年轻人 多好啊 你看过去在庙里 哪看得见年轻人呢 现在各个年轻人 都冲着菩萨课头 而且这么懂道理 这小孩子多好啊 对不对啊 结婚了没有啊 还没 还没有啊 我觉得你条件不错 啊 啊 以后要找一个 我们心灵法门的女孩子 已经是了 啊 很好 请师父加持生小菩萨 他说请师父加持生个小兔崽子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哎呀 这孩子真的是 哎呀 从小长在国外的 这个中华文化欠缺的很啊 孩子不应该叫小兔崽子 小兔崽子 应该叫小兔崽子 也不对 小菩萨 哦小菩萨 是 语言不对 你是哪个国家的 台湾 你看台湾的年轻人 更应该好好地学习 中华传统文化 是 第三个问题 当前资讯发达 连续具网络 网络 那个 叫 就是散布 叫不正 很多不正当 谐音的感情观念 一般人都不了解其危害性 面对此社会风气 我们如何去传达 叫正确的价值观呢 首先 他是学佛人 你可以跟他讲佛 他就会有正确的 这个感情的这种 正确的价值观 那么电视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呢 我们年轻人呢 尽量地少看 因为现在的意识形态 形成了一种潮流 那就是 无钱不欢 无欲不欢 让人呢 沉浸在欲望当中 而我们是一个正当的青年 我们是个有志的青年 我们是一个 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风气的青年 我们希望自己 好好地改变这些观念 我们就是要正 就是要人要正 人品要正 好好地学习传统文化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非礼物动 非礼物行 好好地学习孔老父子的东西 是 感恩师父 此悲开示 地址在此代表我们A3主 以及相信是所有地址 共同的新生 请师父保重身体 愿您长久注视 我们还要跟随您 继续学习 追随您的脚步 度更多有缘的众生 希望你们台湾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加入这个心灵法门 能够好好地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鲁军红台长恩师 谢谢 很老实啊 这孩子 我们现在心灵法门 非常高兴地告诉你们 已经在台湾有五个共修会了 五个地方 师父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金刚菩萨 感恩恩师 鲁军红台长 感恩前来祝言的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弟子代表C三组的师兄们 向师父提三个问题 问题一 度化的心同修 过分依赖老同修 自己不看各种入门知识 当老师兄指点 他要多看入门的时候 对方就有点不开心 请问师父 我们该如何巧妙地 来引导他 给他在观音堂做些事情 跟他介绍一些 一些比较年轻活泼的同修 在一起 大家三五成群的在一起 一起学一些很开心的 查贡果呀 搞活动啦 搞素实验啦 他的性格慢慢会开朗 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 跟他说 应该加强学佛的基础 基本功 基本观念的建设 他慢慢就会接受了 人就是这样 等到心门打开了 他就能接受别人 自闭自闭 就是把自己的心门关闭了 所以他才会成自闭症 所以一个人 应该把心门打开 接受别人对他的爱 他的心永远是欢乐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二 心同修学佛后非常热情 度人很激进 见到任何与法门不符 或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就会对其家人朋友指出 我们应该如何做 一方面让他要随缘 一方面不对 其打击他的度人积极性呢 度人并不是代表 他要去讲人家不好 度人就是尽量讲自己的好 永远不要去讲别人的不好 人家的不好是人家的业 我们好了就可以了 我们度人就是要去帮助别人 把自己好的地方介绍 一个能够成功的人是 永远不要去说别人不好 只要尽量介绍自己的好 就可以了 让别人多多地接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三个问题 一个人往生前业障交重 比如说有25% 那么往生前他突然能够放下一切 请问师父他还能超脱六道吗 当然了 往生前只要放下万元 他一下子业障就降低了 在死之前能够放下 那也就是你的平时修行所为 一个人在考试的时候能够考得好 也就是因为他平时的功课 还是很认真做的 感恩师父 那师父请问像这样往生前 突然开悟的情况多吗 多 多多多多多多 非常多 过去很多人躺在床上要走之前 人将终以其言以善 他很善良地说 孩子们你们放下 我吧 没有关系 妈妈心中很坦然 我这辈子没做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情 我一定会到观世音菩萨这里去 你们好好的活着 好好的争气 不要给妈妈丢脸就好了 我一定会跟菩萨在一起的 非常坦然 我的东西都归你们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接下来孩子各个觉悟 振风夺墙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弟子们真心地祝愿 常住人间 完成大愿 成就佛道 弟子们随喜师父的功德 我们也愿能够努力学佛 不辜负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感恩大家 感恩大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祝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感恩 吾我 立他 恩师 如君洪台杂 感恩法师们 感恩义工 佛友们 我们A4所有弟子向师父请安 我代表A4地区师兄们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第一 印尼当地华文水平有限 必须依靠翻译来给意义的讲解给佛友 但是我们又害怕翻译当中的话会出现偏执 请教师父的开始 一般的你在翻译当中 只要翻译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对的 就不会有偏执 尽量去做 在你翻译的时候 求菩萨给你加持 给你智慧 你会得到更多的能量 好的 感恩师父 第二 公修会内部会有意见不合 导致一些活动无法开展 请师父慈悲开示 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组成两三个人 比较正能量的 公修会的负责人 大家一起商量 决定 叫大家必须要执行 而那些经常有搞事的人 就请他好好在家里先修 等到他想通了 再请他到观音堂来 好 感恩师父开示 印尼有很多通灵人 请师父开示 自己学习心灵法门 如何去度有神通的家人 这种现象是很多在印尼的 东南亚实际上 有神通的人很多 有神通的就是叫 我们说鬼通嘛 对不对 身上有灵性 他会讲话 他会自己 比方说过去有个人 妈妈走掉了 他们就是找通灵人 然后通灵人 他就点了这箱 弄了杯水 弄什么东西 然后在这里 就这样 然后呢 他妈妈就上升了 然后他就说 妈妈 你来了 妈妈 然后他妈妈就 是啊 我来了 妈妈 你怎么走了 是啊 我要走了 就这么跟他通话 都是通灵人 实际上身上都有鬼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度这种家人的话 最好是循序渐进 不要太着急 好的 首先你让他拜观心菩萨 好的 一般的童年人 不敢拜大菩萨的 因为他鬼 害怕菩萨的 然后他慢慢地 让他拜 拜拜 拜到最后 小鬼逃走了 那么菩萨来到了 他的心上 来到他的身上 他就是正念 正信 正定了 对他就成功了 好的感恩师父 那我们有现象 观念堂经常有心佛 有还没经济念经 那有重病的家属的话 他就到观念堂求助 就是说结缘小皇子 或者让我们祝念 但我们有时也做不到 就是说可能我们 尽量 你就说尽量 做不到的话 我们尽量帮助你 他也不能避着你 对不对啊 但是我们用心 真的帮助别人 也是对的嘛 我们不来假的 学佛要真的 天地鬼神都看着呢 所以来假的学佛 那真的骗自己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师父您好 大家晚上好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悲心拔苦 不舍众生的恩师 慈父卢台长 感恩参会的诸位法师 同修和义工们 弟子代表 西二小组 所有师兄 向师父请安 向大家问好 我们有两个问题 请师父开始 第一个问题 已经定好 设立佛台日期的同修 家里突然有长辈 往生 请问师父 能否在葬礼前后 设佛台 如果自己家中 有亲人往生 可否参加住院 设佛台 一般的来讲 如果你要去 帮别人设佛台 你家里 刚刚有人往生 别人会有些忌位的 要尽量回避 明白了吗 让别人去 因为 比方说 他的家里 刚刚有人往生 那么 约好时间的到 这家人家家里 去设佛台 那么人家家里 看到你家里 刚刚过世的人 家属来了 总可以觉得 哎呀 不大 吉利 听得懂吗 尽量回避 但是呢 对家里自己 设佛台的 家里 有人往生的人 在 过世前 过世后 都可以 自己家里 没关系 就是不要到 人家家里去 怕人家继位 听得懂了吗 好的 感恩师傅 开始 第二个问题 各别同修 在转修 其他宗教 或法门后 继续 拉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 转修 其他法门 与宗教 请问师傅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 如何更好地 互持正法 很简单 宗教 自由 他们如果愿意 到哪个法门 随他们 如果他愿意 继续修 心灵法门 那也很好 如果他愿意 到其他法门 那么随缘 因为每个人的缘分 都不一样 就像西方人 喜欢西方教一样 像我们华人 都喜欢信佛教 都是一样 其他的法门 也是信佛 我们的法门 也是信佛 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要有分别心 一切 随缘 感恩师父的智慧开示 师父 这是我第一次 离这么近 跟您讲话 有恐相逢 在梦中 您是我心目当中 标准的大菩萨 是法界的瑰宝 感恩您 用无量的慈悲 无量的智慧 为末法时期的 有缘正生 筑起了一条 灭度苦恶 通向极乐的 金光大道 我代表 西二小组 所有的师兄 诚恳地祈愿 师父您 长久住世 广度有缘 助正法 久住世间 感恩观世音 菩萨和师父 感恩在座的 每一位菩萨 谢谢 从路不尽 从路不尽 师父你好 你好 师父辛苦了 你辛苦了 感恩师父 谢谢你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 三世一切诸佛 以龙天护法 感恩台长师父 感恩所有的 法师们 佛友们 全体的义工们 弟子今天 代表 A6 A4 I mean A6 sorry A6 A6 A67的 全体书生 向师父 请教如下两个问题 请师父 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很厉害 垂直心灵法门 在全球的意义壮大 北美的观音堂 也在美国和加拿大 各个州不断的见识中 但是观音堂的很多管理条例 人员处在初级阶段 请问师父 如何用圆融的智慧 来自定和催行 观音堂的制度 可让不同的意见容易统一 感恩师父 首先呢 要尊重包容别人的意见 不管谁提意见 你们组织几个负责人 好好地讨论一下 据我知道 他们在美国 已经有几十个 我们的观音堂了 每个州都有的 他们美国 很厉害 所以呢 你们自己要好好地挫商 别人提的意见 三四个人一起 民主地一起 大家商量一下 实在不能解决的 可以打电话 到东方电台来问 我每星期一 在这个秘书处 回答问题的时候 就专门回答这些问题的 好 如果能解决的 你们尽量自己解决 解决不了的事情 你就找我来解决 好 感恩师父 此备开始 第二个问题 街头和各地的超市门口 是我们北美发放 红法资料的普遍方式 请问师父 是否能够 请东方台统日编制 红法的海报 报纸 统一版本 感恩师父 实际上这个最好 因地制宜 你们自己 要发挥你们当地 共修会的能量 里面比方说 有人会编这种海报的人 让他们编 根据你们自己 所需要 你们自己的感觉 来做适合当地 愿意看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澳大利亚 我们并不熟悉 美国的一些情况 你们编好了 可以让我们看一看 如果不看 基本上 如理如法 就可以贴出去 这个没关系的 好好地努力 放手让他们做 一切随缘 明白了吗 好的 感恩师父 此杯开始 弟子最好代表A6区的佛友们 祝师父法体安康 长久住世 广度有缘 感恩师父 也再次感恩 所有的法师们 全体的佛友们 感恩大家 师父好 弟子代表B3小组 给所有师兄 给师父请安 感恩南无大慕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佛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隆天父法 感恩大慕大悲的 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前来助援的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弟子代表B3小组 有以下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如果初学者的梦境中 有药精者来咨询 我们小房子数量 是否可以 以师父博客中 曾经开示过的 类似或相同的案例 作为参考 来告知他们 这样是否如理如法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是可以的 应该说是如理如法的 感恩师父 问题二 在我们身边有些身份地位高 经济条件也相对非常好的人 他们信佛 但不念经 请问师父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妙法来 度化他们 尽快学佛念经 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步步来 不要着急 他今天能够来跟菩萨结缘 能够来磕头 来修心 来拜佛 他已经是佛缘 开始启动了 慢慢地来 不念经 慢慢来 因为很多人 过去庙里也是的 多少人磕头磕了一辈子 都不会念经的 而我们现在这么快就能念经了 不要着急 慢慢来 不管他是什么职位 不管他有多少钱 我们都是要平等性待人 我们就希望他能够慢慢地理解 念经的好处 多跟他讲 然后呢 他慢慢会改变的 好 感恩师父 问题三 在师兄 祝愿别的师兄 设佛台的流程 进行到一半时 突然有家人阻碍设佛台 我们在场的师兄 如何如理如法 圆融地协调 解决这个问题 请师父 慈悲开示 有时候呢 家里人没有讲通 去设佛台 的确会碰到这些问题 就是说 没有讲好 跟家里人讲好的话 最好先不要去设 因为如果家里有人绑佛 或者不开心 或者你设好佛台之后 他把你弄掉了 给他家里造成更多的业障 对他也不好 对他家里也不好 所以去设佛台之前 一定要问清楚 你家里都同意吗 他说同意的 那么我们再去设佛台 这样就有功德了 不会有漏 好 感恩师父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最好 祈请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我们 恩师卢君洪台长 法体安康 长久注视 洪法顺利 感恩师父 谢谢大家 谢谢 师父您好 您好 这么近距离看到师父 真的法喜充满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伟大的恩师 卢君洪师父 感恩各位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我这边代表 毕四区 向师父请安 我们这边有两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是 师父在新加坡的 最新开示 说忍辱是 精进最快的一种功德 那么请问师父 忍辱是如何产生功德的 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 比方说 你有业障来了 对不对啊 人家攻击你了 对你不好了 你能够忍耐 当你一忍耐的时候 你是不是把自己的业障 在消啊 是的 人家在 在讲你的时候 你不是在 消自己的业障吗 是的 那是不是有提升了 是的 那比方说 夫妻两个 本来老公想跟你闹了 想离婚的 但是呢 你忍辱了 他讲不出来了 你是不是在提升了 是的 你如果跟他一吵 他就借机说 那就分了算了 对不对啊 你一忍耐 他一想 老婆也蛮好的 现在怎么变好了呢 要念经念的 对不对 现在怎么这么老实的呢 我再骂他两句 看看他反不反 再骂几句 一骂 还是忍辱 哎呦 老婆蛮好的 再骂几句 老婆憋不住了 就被反击了 这个时候呢 又骂了 他要跳了 突然之间 想到姐姐咒 嘴巴里 一见姐姐咒之后 老公突然之间 气笑了 觉得老婆也蛮可怜的 我也一辈子 没给她什么 让她受了这么多的苦 也没给她什么 大富大贵的 庸华富贵 跟着我 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有一个天真活泼 可爱的小姑娘 现在变成这么个老太太 哎呀 很可怜 原谅她吧 我自己也没什么好 这样的话 心态让对方 也会慢慢地平静 实际上 你不但帮了自己 还救了对方 是不是功德很大呀 是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是 度一个重症的一个病人 那么这个病人 他许愿大放生 那么余放了 但是钱没有支付 但是这个病人 还是往生了 病人的家属 却迟迟不肯 付给余老板的钱 拖了好几个月 请师父开示 如果他们不付钱 会有怎样的一个因果 第二个就是 度人的这个同修 该怎么去做 他能不能帮助 这个家属 去把这个钱付掉 可以的 可以的是吗 可以的 因为你度了他之后 他这个人不肯付钱 说明他本身放生的 这个动机就不存 只是临时抱佛脚 这也是可能造成 他过早死亡的一个动机 因为很多愿力 许出来之后 如果你不真实 菩萨不会保佑的 护法身不会护佑的 这是一个 第二 你今天帮助他的人 你替他把放生款付了 我问你 你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鱼放下去的功德 是归谁啊 是不是归付钱的人啊 是的 他也没缺少什么 跟他自己放生不一样啊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必思区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毛和萨 感恩伟大丹师 卢君洪师父 助师父 法体安康 长久助世 能够得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师父保重身体 感恩 师父好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和萨 感恩十方世界 你几几年拜的诗啊 对不起 我14年拜的诗 14年拜的诗 连这两句话都不会讲啊 我第一次离师父 这么紧 一下子紧张就无语了 对不起 这也是道理啊 什么道理都想得出来 这也算道理 我重新讲 对不起师父 我重新讲 你看这些孩子这么年轻 师父就有意培养 他们的人辱心 就是要讲他们 当了这么多人面讲 他们就说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 在家里以后不会吵架 跟他老公以后不会吵架 那你说 家里怎么会平和的 就会学佛学来的嘛 对不对啊 谢谢师父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 感恩吴我立他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各位法师 各位佛友及义工们 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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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7小组的全体师兄 向师父提一个问题 问题如下 现在为了更好的 修习佛法 成立了很多的共修群 共修群为了督促大家 修行更加精进 不懈怠 也制定了一些 相应的群规 比如说 每天念诵小房子的数量 白货佛法学习的任务等等 大部分人 也因为群规的约束 确实比以前更加精进了 他们也非常发心和珍惜 群内的共修机会 也积极完成群任务 但是也有个别的同修 可能会因为各方面的因素 做不到群规当中 所要求的那些内容 而选择退群 针对这种情况 负责人与他们交流之后 也给予相应的机会了 但是仍然不能完成群任务 那负责人也只能劝其退群 那请问师父 那如此这样做 负责人是否有业障 那么应该如何做 才能如理如法地 让这一切更加圆满 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就明白了 你们坐在这里这么多的 上万个弟子 你们每个人境界都一样吗 修行都一样吗 不一样 师父怎么对你们的 不管你们修得好 修得不好 都要把你们 拉到身边 让你们好好的努力学 而不能说 今天你不要来 明天把你退出去 这是菩萨吗 不是 现在明白我回答你问题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B6区小组的问题问完了 请师父保重法体 长久注释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悠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还有师父您 感恩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各位义工们 感恩大家 你看这些小孩子多乖啊 现在 不学乎能这么乖吗 个个厉害的不得了 师父好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 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菩萨摩合萨 感恩 师 持父 卢君洪台长 感恩 各位法师 义工佛友们 弟子代表C7小组 向师父提出 以下两个问题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面对诽谤 如何 护法 红法 特别对于 刚修不久的佛友 面对诽谤 怎样去跟进他们 更加如理如法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世界上被人家讲 那是很正常 有时候在家里都会被人家讲 兄弟姐妹也会嫉妒 对不对呀 把人家诽谤 那是尤其现在在网上 什么都有 自己要 首先要坚持 要正信正念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不要怕被人家讲 有则皆改之 无则加免 自己要正信正念 如果别人退转了 那么就说明 缘分还没有到 但是作为我们来讲 我们要多给他看一些正面的东西 多跟他讲讲道理 比方说像我们今天 晚上的法会的视频啊 录音啊 都给他看看 正信正念 那么你们为什么 没有被人家诽谤 所退转呢 你们不就是因为 有坚强的道心 你们就是因为 坚定知道师父是在弘扬什么法 对不对呀 让你们改变成一个 非常受人欢迎的人 一个能够传承中华文化 和传承佛教精髓的人 我让你们每个人都爱国 爱民尊纪守法 让你们每个人都变得 越来越慈悲善良 这样别人知道了 人家就会很尊重我们 所以要记住了 不要怕别人讲 只怕自己真正做得不好 所以坚持努力 好好地学 多给人家释放一些正能量 而不要去跟人家争 跟人家辩 因为当一个人执着于一方的时候 很难解决对方 现实的一些执着的观点 就像夫妻吵架 为什么会吵架 这个先生以为他永远是对的 他对的他才会骂老婆 老婆觉得他是对的 他才会骂老公 两个人各执一词 所以才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夫妻两个 只要有一个人比较冷静 坐下来 不跟他吵 对方很快就会冷静下来 想一想 我这样对不对 所以不跟别人争吵 学会忍耐 多给人家对方释放正能量 这就是正果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二 白话佛法第二册 四十六篇第五节 师父开示 如果一个人为了代价而努力 往往会失败 当你对这件事情追求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要付出代价的 而且很容易失败 请问师父 这里讲的代价 作何解释 代价指的是付出的代价 还是为代价所付出的努力 这个词是否可以成为因 也可以成为果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讲到因果 实际上为因为果都会付出代价 当一个人在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肠痛的 才会做这个决定 那么这里边已经有代价了 当一个人接受这个事物 最后的果报的时候 他也付出了代价 实际上代价是什么 就是你心理调节平衡的一个尺度 如果你今天把这件事情 你调节得很顺 你就不会在心中付出这么多的代价 如果你今天把这个事情想得绝了 你就会为这个事情付出的因很大的代价 果会长受更多的代价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慈悲的师父 救度我们的会命 师父 我们一定会谨遵师父的教诲 遵纪守法 爱国爱民 感恩师父 一定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做师父的好弟子 感恩大家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君红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感恩 companies i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